我們現在要去捐古信二天空美術館 這是2016年開的唷 然後這一棟是梅田大廈的西邊 西洞 西邊的西 第27層 我們要坐電梯上去看看唷 GO 哇 時空大旅行 他說大阪周遊卡免費入場耶 電梯很特別耶 你要按下你想去的樓層 不是上下這兩個鍵而已 我們要去的地方在這裡 按一下 在外面按好樓層之後 進來電梯以後就不用按了耶 要去的地方就會自動亮燈了 我們要去的就是櫃子 這邊有一個粗框的 有沒有 好嗎 我們到了27樓囉 一圈古信二天空美術館 請進點椅子篇到晚上6點 加入到晚上8點 麻煩你這邊都看得出來 對 進去囉 放後 這個就是藝術家本人喔 好 我們換好了兩張票 還有兩個3D眼鏡 但是呢 我們身上所有的包包啊 自拍棒啊 腳架都是不能帶的喔 所以要來寄物 現在100塊日圓 他會還給你的 走進去 然後帶著這個走 重點是呢 這個美術館 這個美術館啊 它的區域是長這樣 只有三個地方可以拍照 分別是在 1號 5號 還有8號 其他地方的作品是不能被拍照錄影的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心想3D的時期呢 這個作品叫做夢一邊 大概5分鐘左右 等一下拿著眼睛看囉 剛剛看了Turtle 52的3D作品 他會組得很精彩 這連作呢 都是因為比較豐富 心力又大 然後他很喜歡龍 他會很服務 目前他算我70多歲 在東京的龍尼巴士教室 已經算數家了 他截至目前為止 都還有在創作 而且還會跟一些地標啊 景觀合作 幫他們繪製一些作品 或者是雕刻 雕刻 這個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花崗銘 很多的顏色啊 它很特別耶 用類似磚塊的板子來做畫 你看它製品真的沒門鮮豔的齁 這幅是我最喜歡的一幅畫 它是一個新的作品 然後你看它有把電影打開 它有盤踞在這裡 超有氣息的 它可以畫到很傳統的古典 也可以很現代很出像很有意境 真的很特別耶 主題曲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的时候生活忙碌 但是来看一点艺术宅 确实心情整个提升了不少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你分享SSNOMOLY 喜欢的话请帮我们按个赞哦 谢谢大家咯 拜拜 by bwd6